You're all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的是神魔之塔 在怪物彈珠當中的關卡 神魔之塔 對它就叫神魔之塔 然後它總共有7層 那在5層之後呢 是這個零接關專用的關卡 然後其實我剛剛已經進去挑戰過了一次 發現這個關卡其實沒有那麼的容易 那所以在5、6、7層呢 我都會來挑戰看看喔 好,那我們就進入關卡挑戰 GO! 神魔之塔第5階悲恨交織的 悲恨交織的自裂愛情 愛情 愛情 唉,我們只有友情 好,一開始我們就先用友情技來打傷害 那這個關卡呢 天草應該可以算是MVP啦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雷射怪呢 沒有在第一時間解決掉的時候呢 它會叫出一個 呃 神魔之塔裡面的火符文石的硬邦邦 那這個硬邦邦呢 它會 4回合之後呢 它會釋放白暴擋 所以有一點麻煩 所以最好是 有機會的話就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在第一時間就把這個 水母怪給解決掉 是最好的 哇靠 去死啦 哇 真的是 超麻煩耶 哇 欸,一眼還要拆一點進去 哇,不要噴啊 噴頭啊 你就知道 過得去嗎 YES 好,出來了 就是這個 它4回合之後呢 會白爆炸 所以要稍微注意 然後 呃 接下來 我們要 把 彈珠 離開 下半部 嗯 看一下怎麼彈 好 啊,這樣子 應該 還行 還行 因為待會一開始呢 王會有這個 小範圍的白爆炸 所以呢 我們要來避一下這個傷害 OK 那這邊 露西法因為有護盾 所以不會被降攻 所以 完美 啊,完了 但是 但是它沒有那個 反中 沒有反傳 所以我們 直接來打 右下角的這個水母怪 哇靠 我一個超級串燒耶 會不會太扯 蛤? 那我怎麼打 我怎麼打 啊,完了 啊 好麻煩喔 這遊戲 沒有愛心 OK 然後我想想 我們待會兒 左上角 左下角 跟右上角 會各有一隻小怪 我們要先把彈珠 往上移 哇 煩死人 啊 啊 我要死了 好啦,也成這樣了 啊 喔 其實這個 他真的 沒有那麼好打 說實在的 好 我們看一下 喔 欸 怎麼不是左邊那一隻 哎呀 啊 怎麼沒有 欸 落點不要走 落點 落點不要走 好 嗚呼呼 左 左邊跟上面 好像都可以卡點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吧 欸 好 可以了 我們機會來了 養心 開始養心了 看一下 幹 你的咧 煩欸 YES 然後 欸 接下來 王會在 王會在哪裡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記了 幹 王會在哪裡啊 我想一下喔 我真的忘了 我真的忘了 恩 愛心 我們先吃 那顆小顆的 保險一點 好OK 好 那我們 啊 欸 啊 我記得再來 王會在右上角 王會在右上角 那我們 現在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把我們的天草推到右上角 嘖 哇 他怎麼補滿啦 欸 他怎麼又補滿了 這樣我是要怎麼打 喔 靠 哇 這是怎樣 蛤 欸 可以給我狂補血 啊 位置不行 位置不好 位置不好的話我們一樣先來卡 欸 等一下喔 下面的給那邊的卡 我們這個來打左邊的 OK 有有有有有有機會有機會 要過了要過了 哇 都沒有被鎖欸 好爽 OK 再一回合應該可以 把這個 我們的小怪給解決掉 哇 吃劍 然後待會呢 我們讓這個 露西法定關 欸 這樣怎麼沒碰到那個 那個 欸 欸還沒死欸 好了 我真的 聽到那個聲音 我真的是要K 欸 好 這個位置還行 哇靠 是怎樣 好 我們要趕快把王給解決掉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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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那 不行啊 這樣要怎麼辦 我們現在要把彈珠 往 好 那接下來我們開SS 直接開SS 來清小怪 然後看有沒有辦法順便把那個 把 我現在心上一直在跳 把上面那個 一直會補血的凡人怪給解決掉 再殺一隻 啊 欸 但是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我們要過了 欸 啊 啊 愛心愛心 對 誰 啊 對 那 那 你 要 這遊戲好難玩喔 耶 我忘了是拿幾顆耶 不過 勝利過了 好不好,這個 我覺得 應該有超絕的難度吧 應該有 好,那最後 這個關好像真的不好打 總結一下 總之他最主要是 這個 反傳嘛 然後再來是 他會有 偶爾會有傷害幣 但是他的傷害幣 其實感覺是可以避的 那最麻煩的是這個 水母小怪 水母小怪絕對要在第一時間清掉 因為他超級痛 而且他還會叫這個硬邦邦跑出來 然後再來是 呃,王的 如果靜觀位置可以 呃,先做好的話 應該也可以 呃,輕鬆不少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順利通關啦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Rok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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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kuto